相信共产党否定火灾堂 7月27号 约200位加拿大华人 在多伦多中领馆对面集会 抗议中共掩盖疫情真相 危害全球 我们想说 这是CCP病毒 这是人家 中共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 就是欺骗 不能够在一党专政 甚至在香港 现在的材质和自由 和资源的资源 已经逃避了 哈利在加拿大留学时 接触到了自由信息 她希望国内防火墙 很快能被推倒 让我们相信 当他们接触到真相的时候 中国人会很快地反应过来 并且齐心协力地 把共产党推翻 我们必须要为 在国内墙内的 那些亲人 亲属 朋友们 替他们发声 曾亲眼目睹 父母在文化大革命 被迫害的文可 移民加拿大快30年了 这是她第一次在中领馆前抗议 中国经济的发展 用钱没有用在解决中国老百姓的养老 病死 教育 医疗 退休 那么这种公平在共产党统治了70年以后 还没有任何进步的情况下 中国人民14亿人 加上海外的总共15亿人 我们答应吗 面对西方民主阵营的围剿 和人民的觉醒 中共倒台就在眼前 集会者呼吁 9000万党员尽快脱离中共 可能你现在是这个 为虎作娼的一部分 但是明天你有可能 就是按摩上那块肉 所以我现在呼吁 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尽快地脱离这个邪恶的体制 我们每个人都是压垮共产党的 最后一根稻草 激动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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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